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DES的女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我在人生中遇到的十个贵人 第一个呢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北方嘛 然后我就去了北京 在北京呢就是见了一个朋友 然后这个朋友呢 他对我人生中其实挺重要的吧 就是给我的建议什么的 因为在东北也工作了一些年嘛 然后也没什么起色 因为我之前就去过好多城市 然后那一次是属于 我又一次出发了去北京 然后呢我就跟这个朋友说吧 想找个工作是吧 然后他就说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你找工作的话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比如说你想赚多少钱 你想赚十万块钱 三十万还是说一百万还是三百万 他说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你就奔那个目标使劲努力 或者是在医院找一个工作的话 可能做个前台什么的 一个月六七千块钱那样子吧 你可能存不到什么钱 也挺稳定的吧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他就是帮我找了一个工作 因为本身的话我自己找工作呢 也能找到工作 只是工资没有那么高 帮我找了一个工作吧 是怎么样子呢 是因为那个工作吧 他需要身高是一米六五 一米六五以上的身高 然后我呢 对于一个北方的女孩来讲 我身高只有一米六二 一米六二一米六三 然后我达不到一米六五 净身高凉的话 你要脱了鞋是吧 你要是不管去商场上班 还是去哪上班是吧 有些就是好的地方 他是要求比较高 然后你想找一份 就是比普通人的工资 稍微高一点点的工作吗 如果我自己去找那个工作 我是进不去的 就是帮我介绍了这个工作吧 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就去了这个公司去上班 我在这里呢就认识一个女孩 算是我第二个贵人吧 我觉得我在北京好像不适合我 我就是说感觉压力挺大的 因为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吧 如果你一个月赚两万块钱的话 但是我去了吃去了住 北京租房子也特别贵 如果你想租便宜一点的 你要租个两千块钱房子 可能连窗户都没有 那你租好一点的房子肯定就特别贵 反正就是赤住交通费也很贵 你出门打个车 一来会儿一百块钱就没有了 穿的你就平时出去买个小衫也要四五百 你买个大衣可能要一两千 不是什么牌子的我说的 如果你买牌子就更贵了 消费其实挺高的 然后我就感觉如果我在这个城市生活 我一个月的收入是两万块钱的话 我到月底我是存不到钱的 然后北京就是天气吧 怎么说也挺干的 其实会经常有雾霾呀 如果你在北京就是有一席之地 想做个生意啥的 你必须得有关系 你没有关系的话 你做不了什么大生意 应该说它的发展机会还可以吧 肯定比小城市好很多 但是对于我来讲嘛 我就是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因为我在想从年头到年尾 我如果很辛苦很努力的工作 我一毛钱都存不到 那我跟以前的前十年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工作十年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存到 因为我已经辛辛苦苦打工工作了十年 没有存到任何东西 然后这个十年对于我来讲嘛 就很快过去了 青春呢也在慢慢的消耗 年龄呢也跟着越来越增长 我就跟我朋友说 然后我们两个聊天 这个朋友吧 他是精力阅历丰富 然后很聪明 情商特别高 我觉得挺厉害的 我就跟他说 那我想去新加坡看看 我没有去过新加坡 看看怎么样 好不好 然后他就也是帮我 还介绍了朋友 然后我也顺利的签了证 刚好他也跟我说 他妹妹在香港 北京到深圳的话 是可以坐火车的 坐火车的话 晚上去早上就到了 然后到深圳 然后去香港 从香港就飞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待了有不到两个月吧 因为那个时候 是因为我签证快到期了 我就回来了 有理由嘛 过去玩一下看一下 但是新加坡发展也不错 如果你在新加坡工作的话 因为我是去旅游 如果你在新加坡工作的话 我去 我很喜欢吃华人的餐馆啊 就是东北菜什么的 然后我就平时 我就去那个珍珠坊嘛 你知道 新加坡珍珠坊 那个下面去吃饭 东北菜嘛 他们的工资啊 就刷盘子洗碗 你在前厅端菜 还是在后厨刷盘洗碗 你一个月都能赚一万多人民币 可能是两三千新币 就是一万多人民币 14年那个时候 也就是八年前吧 就是如果很多人 就是中国人也有说 去那边打工的 去那边打工的话 他赚的可能 肯定比中国工资高 东北你在中北打工 可能你就赚一两千块钱 觉得还不错 天气也特别好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 去一个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没有冬天的城市 我喜欢热带的地方 我还梦想有一个全自动的洗衣机 衣服放进去洗完了 就干了就拿出来了 那个时候家里是农村 啥也没有 当然美国我们现在用的洗衣机 就是放进去洗衣服 洗完了之后呢 甩干了之后 烘干马上衣服拿出来就能穿了 冬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用太阳晒一下 用太阳晒一下 它会消消毒嘛 其实好多愿望能能实现的 那个时候我其实啥也没见过 我梦想去一个很热很热 很热带的地方 一年四季夏天的地方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世界上有这个地方 我只是知道我有梦想 然后我就喜欢这种地方 急机的话我也不知道 世界上真的会有 洗完这拿出穿的不用亮的 像我们以前在家可能会洗完了 还有甩干还要亮一下是吧 就是梦想都能实现的 只要你去努力 我在那里吧 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也是去新加坡旅游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加了一个微信 那个女孩其实也算是我人生中的 一个第三个鬼人吧 我的签证就是到期了嘛 时间到期了我就回中国了 然后我还去杭州西湖 看了西湖雷锋塔 还去了千岛湖 然后回来之后呢 那我还得回广东 去了很多地方呢 我也是比较喜欢暖和的地方 然后我就回深圳了 这个时候我就遇到了我的第四个鬼人 因为我的记性不好 走路啥的记性不好 来回逛街 我特别喜欢逛街 我每次天天我都逛街 然后我就就是逛商场啊 或者是那种店铺啊 然后走错路了 本来我逛衣服 怎么怎么能逛到别的店里了 然后也是认识一个朋友 这些朋友对我帮助也挺大的 他就是叫我一些 我以前不懂的东西吧 就是在他的给我的一些建议下 我觉得都挺正确的 然后我也顺利的开了公司 叫了社保 也知道应该怎么建网站啊 注册商标啊 如果你想做一些什么东西啊 认证什么的怎么去做啊 他给了我一些很正确的建议 因为呢就是你可能在平时你接触的人 他都是一些普通的人 给你的一些建议 就是吃喝玩乐 或者是一日三餐 或者是家家那些琐事啊 但是你当你接触到一些做生意的人的时候 他给你的建议是不一样的 自卫也不一样 帮助我也挺多挺大的 就像说是三国演义里面有那个诸葛亮神机妙算嘛 他用他的经验来给我的一些人生的建议 所以每一次给我的人生建议都是对的 但是呢我这个人呢 什么事情呢 我得凭我的感觉 凭我的思维去做 你给我的建议是再对的建议 我都会听我自己的 因为我比较是冲动型的 有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任性嘛 因为年轻嘛就是任性嘛 然后想做什么 我就得就按照我那方式去做 但是中间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踩了不少坑 然后好多事情明明不敢去踩这个坑 我也踩了 踩完了之后呢 哎呀就起来继续往前走吧 那咋办 摔一角还得就起来继续往前走 那第五个贵人呢 就是我去在珠海嘛 也是跟朋友一起吃饭 一桌子女生啊 可能八个左右吧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现在美国不错 但是他有个朋友在美国过得挺好的 非常好 你们要不是都签签证去美国吧 办个签证去美国吧 那个时候是夏天嘛 不到秋天的时候呢 就已经去办签证了 办了签证之后呢 因为你办签证之前要准备一些资料 你还要找旅行社 你还要去面试 面试的时候 建着签证官 他不像过关的时候 你要是去香港啊 或者去别的国家去过关 你就在那个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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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那关口看 哪个关口是白人 哪个关口是黑人 哪个关口是华人 就是哪个你可能觉得哪个长得顺眼的 或者哪个是男的 哪个是女的 你可能就在那在那块等 你就在那块排队 但是签美国签证的时候 你是不允许 他是不允许你自己选择哪一行的 排到你在哪一行 就是哪一行 这个人给你面签 就是这个人 如果排到你是男的就是男的 排到你是女的就是女的 外人他们都是美国人对吧 他们是会讲国语的 然后我也是很幸运 就是很顺利的就签过了 其实我在新加坡认识那一朋友吧 他在美国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了 我也有跟他联系嘛 然后他就说还不错挺好的 就说一些美国的一些生活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也去看看吧 毕竟我也没来过 我就是买了一个机票 然后就也是很顺利的过来了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2016年呢 2016年年底的时候吧 可能就是旅游嘛 过来玩一玩看一看 然后待一段时间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呢 我在中国呢 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前两集有讲 我买房子的那个过程 然后那个房子的话 就是买的我压力特别大呀 然后房贷压力特别大 然后加上一些卡债呀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压力 然后我在2019年之前 2019年之前 我来美国之前吧 还卖掉一个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压力太大了 我就是实在是有点挺不住了 然后就卖了 卖了之后呢 在家还调整了一段时间 调整一下心情啊 看看自己真的喜欢什么呀 找一下方向啊 在 然后感觉没什么起色 还有一个朋友在纽约认识的 然后他就是来加州了 有一天我就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最近 而且他找男朋友了 然后就是挺好的生活 还不错 然后我就说 那挺好 那我也去找一个 我就开玩笑的说 然后我行动非常的快 第二天我就买了一个机票 然后我就飞美国了 然后飞美国的话 其实也转了好几次飞机 那个时候我是从珠海转机 因为我买了的机票不是特别贵 以前我会买很贵的 可能买了一万块钱的机票 但是我那次买的是三千多 非常便宜 然后我是就转机了 因为你买便宜的机票的话 转机 然后我朋友跟我讲 他们也有就是经常 做一些转机的飞机 我就从珠海飞到上海 飞到上海之后呢 我还坐滴滴打车 把我电脑什么东西 都落在那个滴滴打车上了 打电话 我就投诉 我说东西落在那扯上 后来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去 他把我电脑还有就是 前面有个包 买给我送回去了 然后我就给他 好像一百块钱 还是两百块钱 车费嘛 因为他从他出去 再跑滴滴 然后再到我住的酒店 就是要一段时间嘛 反正还行吧 就是还挺好的 然后就把那个 电脑把我东西给我送回来了 上海就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转机 转机去北京 北京再转到夏威夷 有去夏威夷去旅游吗 然后没有去过嘛 天气还不错 然后看了几个景点 也挺好的 后来我就来到了加州 为什么来到加州呢 因为我喜欢天气暖和的地方 加州呢 就是不是说最暖和 它不像夏威夷那么热 夏威夷是一年四季夏天嘛 但是加州 就是一年四季春秋的季节 空气挺好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来了之后呢 就是就认识我第六个贵人 第六个贵人呢 是我一个朋友 现在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吧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 那个时候已经是2019年 过了2020年 已经有疫情了 我就跟我朋友聊天 然后他就说宝宝 你在这里就申请一个学生签证吧 你在这里上学吧 上学的话 对你可能有一些帮助 不然的话你待在这里 然后中国还有疫情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那现在美国和中国都有疫情 他还帮我找了学校 在网上申请 因为我们当时是发疫苗嘛 疫苗申请找学校 那个时候真不懂啊 刚来那个时候 现在你要是现在的话 你后面我自己是可以在网上找 然后我可以就是联系到学校 华人来对接我 然后我要去那个学校上学什么的 当时我真的不懂啊 然后他之前在这里上学嘛 他就是英文学的 我觉得他很努力着在学 很蛮厉害的现在 然后就是给了我一些生活上很正确的人生观吧 和价值观 教了我一些特别多的东西 比如说人生规划呀 还教我买股票什么的 就是让我感觉到就很有价值吧 后来我就遇到了我第七个鬼人 我的第七个鬼人呢 就是也是一个小姐妹啊 我认识的都是女孩比较多 她的优点是啥呢 她很有目的性 很有目标性 她想做什么 她一定会按照她那个目标去做 就是她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目标性的东西吧 因为我以前我总是觉得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可能我的目标性不是特别的强 她身上有我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我觉得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鬼人 我的人生当中的第八个鬼人吧 就是我的房东 房东的家人 他们人都特别好 特别正直 对于我来讲 我最喜欢的就是人正直 有什么问题 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向 就是让我感觉到很踏实的感觉 也会给我一些建议吧 我觉得都很有价值 我的第九个鬼人呢 就是一个怀人附设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我就问他呀 可能我一个问题我会问很多遍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不会说我问你一遍我就不问了 可能下一次我再问 然后下一次我再问 就是给了我很多很多很正确的观念吧 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呢 也会帮我介绍一些律师啊 给了我一些正确的方向感 然后第十个就是我的老公 这些都是在我认识我老公之前认识 然后我就认识我老公了嘛 我老公就是对我特别好 我们两个一起过日子很开心 生活方面呢 各方面呢 就是他都会替我着想吧 可以这么说 然后在吃穿住行上 给我照顾的像公主一样 我吃饭了 我说我想吃鱼 要吃清蒸鲈鱼还是煎鲸鱼 我就说我要吃什么 他马上就给你做好 然后我要吃螃蟹 马上螃蟹给你买好 给你弄好 如果我要喝汤 汤马上给你做好 当然这个就是 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吧 对我 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我也挺满足的 我这个人要求也不高 就是两个人态态实实的过日子 主要的过日子就是 像麻花一样 能拧成一股声 你就是别分心 两个人如果心不在一起的话 就没办法把日子过好 所以呢 不管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生活上 一定要心在一起 小的细节上慢慢调整吧 就是我认识我老公这么久 我们一起出门 就是我开车门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几乎都是我老公给我开车门 反正照顾我 照顾的挺好的 现在我也是怀孕有宝宝 但是我没怀孕的时候 我老公对我也特别好 就是挺开心的 现在有宝宝我也很开心 然后感觉以后一生 对我来讲有个伴儿吗 美国这边有一个小孩 跟我一起玩就行 现在生活真是特别开心 经济方面上呢 还是欠缺很多 所以呢我也会不断的努力 我去学习更多的投资理财知识 然后我也分享给大家 你们人生中有几个贵人 你们可以自己回想一下 我这一生中有几个贵人 我讲的贵人不是说他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他就是他一定要给你什么好处 他天天请你吃饭 请你玩 这些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是能给你提供价值 就是提意见的时候 可能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就能给你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就比如说巴菲特 为什么巴菲特一顿饭要四五百万 四五百万美金 人还是很多人愿意请他吃饭 跟他一起吃饭 还付高昂的学费 因为他能提供的价值 比那个还要高 所以有人愿意跟他学习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人生上 生活中的贵人呢 就是他思想上的 和一些很多方面上的价值吧 还有就是人家给你提供价值 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 你能不能感受到 如果你从内心感觉不到 对方讲的这句话的含义的话 你跟在思维高的人在一起聊天 你可能都学不进去 为什么就是圈子会变 一层一层的会变 可能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是同学 我的小学同学 比如说我去长春学舞蹈的时候 我也有朋友是舞蹈 我们一起学员 当我去北京的时候呢 我也有室友 然后感觉也都还不错 但是等你一步一步的成长之后呢 你就圈子就变了 然后当我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可能朋友呢 就是接近国际一点了吧 因为国际跟国内的文化 它是不一样的 很多方面就不同的 特别是我们在美国 就是什么资料都需要用英文的 而且我们在中国的话 就是中文嘛 学习的东西也不同 最后呢就是我朋友呢 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嘛 一个人之前也有讲过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能花钱办到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难事 最困难的事就是 花钱也办不到的 他跟我讲的这句话呢 一开始我可能领悟不到那么多 但是后面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去的地方越多的时候 遇到的事情越多 然后接触的事情越多的时候 他讲的那句话 真的是特别有道理 就是慢慢体会吧 生活当中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 要有一个自己的真正的方向感 别人给你的建议 再好再多 就是要有自己的那个主意 不能什么都听别人的 如果你什么都听别人的 你的一生就是 别人在指导你嘛 而且别人永远都会 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 去想这件事情 只有你自己能站在你自己的立场 去想你想要什么 你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觉得幸福 你觉得开心 你觉得我此生没有遗憾了 因为像我以前那个时候 我去过很多地方去旅游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怕 只要我想去的地方 我去了 我此生无遗憾了 那个时候就是不敢想别的东西 因为最开始那个时候 怎么哪敢想什么房子呀车子呀 什么存钱呀不敢想 我只是想我就觉得别人去过那么多地方去旅游 我也挺羡慕的 我就是觉得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就是有那种想法 然后就后来真的是实现了 我想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The last you part the more you say 你支付的越少 你节省的越多 没有关注我的 在下面点个订阅啊 订阅我一下 你们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看看你们这人生中遇到的 遇到多少个贵人 什么样的人对你来讲最有价值 然后你再平衡一下 我刚刚说那个价值 不是说这个人带你出去玩了 请你吃饭了 请你干啥了 他花钱买单了 他就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不是 也不是他让你得到好处了 就是一种价值 这不是价值 这是一种太便宜的行为 我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人生都是平等的 大家平等行 平等对待就行 好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